微信谈了多久见的面 差不多有一年二成了 九月底我从上海去的山东 你在上海打工是吧 对 你当时来找小军说是什么样的心态 什么样的目的 然后那时候叔叔阿姨说是 单纯就是要见一下我 我也要过来看一下 那你自己得想清楚 你这灯门就像提亲一样了 都来人家家了 其实当时已经心意已定是吗 对对 就想和他真诚地相处下去 是 那这毛领一来见到本人了 小军什么感觉 然后我爸就也是把我爸 他自己比较多虑的事情 就讲给他听 就说你看我们小军身体就这种情况 然后也怕他家里人反对 他就说我的事我自己就做主了 然后我爸说那可没法说 他说那你回去工作了 你回家了 是不是那你反悔 那也是很轻松的事情 是不是 也没什么好约束的 对然后他说 那我就把户口本拿来 我们直接 我俩把这领了 这样可以了吧 就这样给我把这 真的 对 然后呢就领了 然后过年的时候 今年过年回家 他就我们 因为他爸爸跟他妈妈都年纪很大了嘛 其实他中途也给他爸爸提 就说是 就说我们俩就想结婚 就提这个事 提这个事 但是他爸爸就说 等你回家来 再说 我也很刺激 他爸爸过年就直接把户口本给他了 就领证了 然后你是辞着职来到小娟生活的城市吗 对 就直接来我们这 因为我爸爸也说 就你必须来我们这工作 因为我爸肯定不放心嘛 就想着把我放眼前 他看着还怕人家欺负我 就那种感觉 但我觉得小娟这一路走来 真的离不开爸爸妈妈 对你的培养和支持 是 你看你从小这种成长的过程 他们给你的正能量 我相信小娟心里肯定有很多 想跟爸爸妈妈说的话 是吗 对 我们的镜头会记录你的心声 你就对着那个镜头亮灯的镜头 有什么想跟他们说的 老爸老妈 我都三十多岁了 从来没有对你们表达过什么 爸多亏你跟我读书 可能换个家庭 就不是现在的刘小娟了 我特别感激你 让我妈 能够跟我上学 给了我一个有爱的家庭 感谢你们为我付出的一切 老爸老妈我爱你 今天小娟来到我们幸福来枪门 也是带着幸福心愿的 对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请你 收拾幸福心愿了 来 有请 我的幸福心愿是 希望我学校的孩子能够有一套投影设备 好 谢谢请回来 投影设备帮助孩子们来学习是吧 通过有这种投影设备 或者通过线上比较好的一些教育资源 可以给他们有一些好的教育机会 好 那今天我们帮帮团的成员 怎样帮助到小娟 这个他们俩的爱情啊 刚才我也看明白了 这个男的罪恋对女孩就是崇拜 对小娟 她的爱是来源于崇拜 因为这个女孩确实很有能力 她的能力啊 实际上比普通人要高很多 她只是比较遗憾 她这个身体有样子比较遗憾 这人生总有点遗憾 那但是你其他地方都是很完美的 思想 智慧各方面都很棒 我作为一个眼科医生 我没人目眼科呢 就特别支持你这个幸福心愿 愿意帮助一千元来帮你买这个投影议 我们作为老师 我们是用对社会的奉献 和育人事业的奉献来衡量我们的价值的 那么我们深圳市辣桥文化 我愿意为你的学生出一点力量 我也愿意助支一千元 我希望刘校长你要坚定你在教学理念 教育不能纯商业化 我们要不忘初心 一人为本 谢谢 谢谢 小小的身躯大大的能量 这是我今天在刘校长身上看到的 那么刘校长做教育行业 他又是很负责任地做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 非常非常的值得这个推广 那么我们红辣椒文化传媒是专注于新媒体 可以给您一份我们的价值两千元的线上课程 教您如何把咱们线下的这种实体课 通过互联网进行交付 刘老师 刘校长 我必须站起来 举功 因为您太伟大了 我也是教师过来的 有一部分的经历跟您很相像 就是那种爱学生的感觉 所以当您讲到这一块的时候 我的画面感全部出来了 我是杭州陕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刚刚恰好在线教育 我们里面比较多课程 有一些如果需要的话 那么我这边会给您对接的 小娟校长 真的是人小志气大 你的一路成长很艰辛 我们长存康达医院减肥基地 愿意对你的梦想助力一千元 希望有更多的学生 在您的辛勤教育下呢 茁壮成长 感谢你们来到新布莱敲门 希望你们一直幸福下去 谢谢大家 再见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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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